这个话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是数位内容 我刚刚特别强调 你把数位这个字拿掉 大家都是内容 我一个不同在哪 就是数位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数位媒体 我生产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传说 我传说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节奏 这才叫数位内容概念 所以必须要从消费者的概念去看数位内容 所以从内容一直到数位内容 一直到通路 播送媒体接收的机具 这一排下来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SMCRE 所以当我今天内容的助材叫 SMMessage 然后一直到Channel Channel下来之后 Receive 然后它的满意度 然后它拿钱 或广告 然后接了下来又回来社团内容 所以SMCRE 从这个内容来看的时候 你把投射过来以后 这个地方叫什么 商业化的内容要进来 商业化的应用进来之后 就有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 未料使它变成一个平台传输 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平面的业者 我们有娱乐业者 当然还有贵族业者 还有影音业者 这些业者呢 不管你是什么业 所以哪怕你是出买业 对不起 你进来以后 全部让它定取台词 数位化 无理 说穿了就是要怎么收钱 怎么收钱呢 然后呢 说穿了就是什么 你的贫困 要去规划 到底要多少贫困 为什么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当你给它这个东西 你贫困太贯 有没有 好的不得了 它接收了之后 Lag 没有用 没有用 对它想没有意义 所以因此呢 你要考虑什么 要给它一个串流的 技术的过程里面 版权的管理跟收费机制 然后留个平面管理 有这个管理之后 接着下来才进到我们 网络的服务 这里面呢 就是三网 无线有线跟卫星 进来以后 接着下来 哇 接着到哪里 哇 下来以后 你要怎么看 你就怎么看 你要怎么看 就怎么看 你要储存的 要信堂看的 然后要点选的 要互动的 通通可以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数位内容的产品 这边就是我们数位的服务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之后 就是数位内容的 产业的定义 所以这里面定义是什么 图像 文字 影像 声音 包括资料的运用 资讯科技 加以数位化以后 正科应用之产品或服务 那展现方法就是如此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我们数位内容 这一套东西 我曾经在这个场合 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啊 我去韩国 才看到说 哎 怎么 一样 我才知道是台湾去操他的 我研究半天 哇 台湾人怎么那么聪明啊 马上就 弄出来 我去韩国以后 不然我才看到很 很大很港湾 原来是我去操他的 是这八项 二 四 六 八 这八种 韩国人去年又提出一哪一种 那一种忘掉是什么东西 确实 他认为数位内容有九种 九种 去年之前大概就八种 所以我们台湾就操他 过来以后就八种 这八种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 反正这个大概就是数位游戏啦 电脑动画啦 数位学习啦 影音啦 行动内容啦 包括网路啦 内容乱起来和出版 好 这个就是数位内容 你拿掉数位之后就是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 有数位以后